我们首先来剪他的脚圆 抓住他的肘关节 然后他腿就会崩直 从上面看下去 把这个脚圆绣成一个圆形 这个狗狗的脚圆剪干净了 整个狗就不显得特别邋遢 后脚我们抓住狗狗的膝关节 然后也是从上面看下去 把这个狗狗的脚圆剪干净 我们在剪这个脚圆的基准呢 就是不要把他的脚指甲抖出来 刚好盖到脚指甲就可以 那很多血量人呢 没有分厚的绒毛 所以撑得起来他这个毛发 就没有办法找到蓬松的状态 我们在修剪前腿上半部分的毛的时候 要把毛向上竖起来 然后剪刀立剪去修剪这个腿形 我在修剪最上面部分的时候 不会贴着皮肤去修剪了 而是给它最上面留出一定的宽度了 这样呢当狗狗回家以后 毛边卷了以后 整个腿也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细 修剪雪然二这个毛的时候 脚毛是一个重点 上半部分的毛向上翻起来的时候 那下边部分的毛 就要向下45度带这个毛 不要进行过度的修剪 那后腿部分呢 膝盖上半部分 我们剪刀剪朝下 然后从后向前 把这个腿进行包圆 它这种本身比较服帖的毛质 我们给它修剪整齐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连接部分的毛 我也要把毛翻起来说 最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连接 要过度自然 大家可以看我在视频里的 一个修剪动作 大家可以先进行模仿 那碰到这种腿毛 还不是很丰厚的 随着二的时候呢 我们就按着它腿形 把它的小腿